欢迎收看您的微却娱乐圈 Hello大家好 我是尹浩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 来跟我聊一聊娱乐圈的八个故事 那这两天呢 各大媒体还有朋友圈等社交网络啊 都被黄晓明和Andrea Baby的世纪婚礼刷屏了 那这场世纪婚礼的规模之大 明星之多呢 让很多网友的直呼自己书很惨啊 那今天就来跟大家速读一下 黄A的婚礼 两亿黄晓明筹备婚礼总花费 从现场的布置来看啊 完全就像是一个宫殿啊 让人感觉很想唱 Let it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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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各种豪车定制餐具啊 钻戒接待安保等等各种支出啊 有人粗略的估计了一下 黄教主为了这场婚礼啊 总花费呢 可能达到了两亿人民币左右啊 那对此呢 黄A婚礼的策划团队也没有正面的回应啊 只是说总费用反正是一生只花的起一次啊 50万婚礼现场场租费 因为呢宾客之多 黄晓明包下了整个上海展览中心啊 据了解呢那边的厂租费一天在6元每平方米左右啊 如果以8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来算的话呢 再加上提前进场布置的时间呢 这场婚礼光光厂租费就超过了50万啊 200名婚礼保安 在上海市中心的位置又有那么多的明星出席啊 这场婚礼的安保标准呢绝对是相当的高 那据了解呢 5号的时候啊 场馆附近的安保呢就已经升级了 婚礼现场的场内外的安保人数更是超过了200名啊 什么概念呢 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安保级别也不过如此啊 4个 装礼金的保险项啊 对于这场婚礼啊 网上都戏称是请了半个娱乐圈啊 娱乐圈的人给的礼金自然也是比咱们这些素人 要多的多了啊 所以呢 现场有4个差不多有1米高的保险箱 就是专门用来装礼金的 我应该把我所有的存款都取出来也放不满一个箱子吧 625 主宴会餐人均标准 那整场婚礼呢 席开72桌主宴会桌啊 再加上呢 艺人都得带助理 还有全国的媒体同行朋友哦 粗略的估计一下呢 总人数应该是超过了2000人 那婚礼嘛 最重要的一点当然是吃了 那么他们都吃的是啥呢 那明星的助理们有专门的工作餐 媒体有媒体餐哦 重头戏当然是主宴会桌的菜啊 那直接请来了北京宴的百人厨师团队专门定制哦 那北京宴呢 就是黄教主和人权 还有黄伯、李冰冰、何炯、景伯然一起开的餐厅 可以看一下菜单哦 6个凉菜再加上5个热菜 总计大约人均625块钱 但是呢很多人看完这菜量之后呢 表示根本吃不饱啊 废话 女明星能在那么多的媒体面前狼吞狐咽吗 当然是假装饭量很小 稍微敏几口 回家再大个满的月 不过呢那边半个娱乐圈在欢庆啊 那这没被请去的娱乐圈人士却不高兴了啊 那就是自称得罪了很多人 天不怕地不怕见谁都敢喷的精心精姐啊 那他就公然在微博上说 周杰伦给昆琳一个婚礼 黄晓明是给媒体的一个婚礼啊 那直接喷他们太高调了 而黄晓明baby1008大婚的微博话题阅读量 也是超过了15亿啊 难怪精姐站出来泡红啊 不过呢 据去了现场的媒体朋友说 确实把他们招待的都很不错的 各位网友 你怎么看待这场设计的婚礼呢 好了 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下去了 那节目的最后呢 要来送礼啦 九层妖塔的荧光纪念梯 还有是赵又廷跟唐烟的 这个两个签名海报 还有呢 是香薰蜡烛啊 想要的朋友呢 赶紧扫一扫旁边的二维码 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 看一下如何获得 那节目的最后呢 也要感谢 穿了就能和明星大壮山的娱乐圈 第一潮白抗霸子 I love Chuck 请给我的服装赞助 好了拜拜